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共和性平等意识,推动优先这种,搭着每条市场正见,希望加行的市场万经。 台湾市六江峡今天七月二十六月上午,在南方六江与中心第一会议设办理,共资希望加行,乐视性平等前。 性平等前,以第一江泽,要请国内台南台厚性别培理和性平等事业方的研究中心,中心主义李明珍前来收客。 本厨江泽来用包括性别平等相关法令解析,探设性平等前促进,和推动性别的尊重点,因应出色所需要。 这种性骚扰异帝近来收社会所关注,如何有望到改善,也是本厨瓦东所探设的目标。 接下来,王生姨标示。 另外一个,激励大家要做功课。 所以,可能有人在我们工医,实际上有些东西,现在有很多议题,有老师想做的,这样的诺耗。 当然,我是计划说,因为现在,有时候现在我们的工会,像有些设备上的问题, 手机跟电脑都很方便的,像我们电脑工会,他大会的时候,他就一样没有重测。 一样就是,全部在这样的简报上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看到问题。 所以今天,也特别尝试这样一次,讲座没讲义的。 实际上我们在职场给导师分享,做过法,每一场的讲座,一样都没有讲义。 因为透过大家,能够去做评计,做功课。 啊,你如果要,苏刻也会给你减试,你不能用手机来做。 你能用手机来做吗? 老师可以啦,用手机可以照,用手机可以照,用手机照两万遍。 他可能会这么强音,说像你手机都不能做。 那我先把时间玩给李教授了,好,谢谢。 因为真的,那个准备演讲,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因为我在做这一本书,应该是做这个期刊。 那那个,他要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拒绝了所有的演讲。 那只是因为台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把那个,应该是前年, 2020年的时候,我把父亲签到台南了。 然后在台南也有自己的家,所以就想说应该要回馈地方。 那再来是,我是这一届的那个台南市的妇女权益及性别平等委员会的那个政策组的召集人。 所以那个,自己不来讲,自己不来讲。 其实是说不过去这样。 所以非常谢谢上一次局长。 我很喜欢上次的标题,上次的标题叫做性别平等爱好话讲。 就是要好好讲。 我觉得真的,我们爱好话讲这个事情。 因为以前有人说,性别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啊,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 男生做男生的事,女生做女生的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像譬如说那个,很多的我的朋友没有性别医师, 都有人说,哎呦,我就住在女生宿舍里啊,我们家都是女生说了算。 啊,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你都不管了。 那这些,这些很多的一些语言,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一些相关的事情。 其实从,哎,1972年开始,联合国就不断的在提倡。 那1972年到今年,算算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 这半个世纪以来,你看看MeToo在台湾才开始。 MeToo真的才开始吗? 各位在座的伙伴们,我不做任何的调查。 因为只要调查下去,我相信有七八成的女性, 在她成长的历程当中,从小到大,绝对被性骚扰过。 想办法赚钱。 那现在,好,家务,这个家务几筹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我记得2002年,最大最大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就有人开始开玩笑了。 真的哦,我就看到那个新闻上面,就有一些那个社论就开始写。 那上床要不要给钱?那也是家势啊。 有人就这样,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言语就出现了。 可是各位如果追溯两平,为什么要有两公法? 为什么现在,我现在叫做性公法,我简称。 这个性公法为什么要有? 其实保障弱势族群,不只是只有妇女,但是呢,主要是以所谓的妇女为主。 那这个事件论各位应该很清楚。 因为前阵子有人提起,第一个就是家暴法。 为什么我们要有家暴防治法,在1998年的时候。 然后为什么要有那个性侵害犯罪,对不起,1996年的时候。 然后呢,为什么要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因为逢满游。 为什么要有那个,那个良性工作平等法? 因为当时有护理师在医院里面,长期受到医生的性骚扰。 连他已婚的都不放过。 那个护理师花了十年,打了官司,打到2002年,我们才有性侵害犯罪。 然后呢2004年的性侵害犯罪,本来,本来就叫做良性平等教育法。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小学的课本里面,永远都是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请打扫。 就是妈妈都是那个,那个叫什么?苦命的嘛。 那个连课本都这样告诉你啊。 然后课本里面画的妈妈,永远都是那个有一条围裙,画在身上的。 那那个1993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有一些妇女新知的伙伴,有一些大学的教授就提出说,其实我们的教育在复制隔板影响。 我们在座的伙伴们,你知道吗?这种样态其实在,我在,我每天大概脸书都会更新,然后每天更新我就开始有一些,那种,那种那个心脏,我有点无力。 因为,你如果涉及到学校,啊糟糕,学校又要去调查了。 然后呢,如果说那个,看到那个某一些那个人名在上面的,其实你都会发现,欸,以前,譬如说,师生恋这件事情。 你视为美坛的师生恋,很有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如果周遭同学有师生恋,其实你很有可能是那一个,全力受责的人。 因为,有可能因为我跟他,我跟这个学生谈恋爱,几乎把他,他没有那么认真上课都没有来,然后呢,我给他最高分,是损及了学生的权利。 这个师生恋是一个道德的议题,其实在世界各国,对于未成年的学生都希望,老师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人,老师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可是,您会发现,这些事情逞出不穷。 好,最后,性平三法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欸,最后那一位先举手。 那个旁边,对对对对,谢谢。 性平三法防治法,还有性别工作平等法,还有性别平等教育法。 好,谢谢,掌声,谢谢,谢谢。那个刚刚有回答到问题的人呢,请等一下休息时间过后来找我,我会送你一个我们中心的口罩。 那因为我放在车上,最后等一下会送给大家。 好,这些科目科长其实就是性别我们关心的一些事情。 那那个我要让大家休息以前,我想会让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民俗的这个议题,那个习俗,比如说月经不能入庙,还有那个什么,像那个工作职场上的这些议题。 好,谢谢。 先性平等需要政府,企业和国人共同努力。 本厨华同邀请本市,下来国工会主要干部,会部人员典人员参加部。 参赞人索大家生达阅渡,计算合, Naginerson eason,套伊串专家,到国航、国家银雅交流。 争大性相比平权理念和制法,鼓勒人民繁殊,和改变性别 designers work to change the domain. 希望学员可以在好区,新的地 vale,更有逼活用面向更一步活用的рев her方生活中。 乐视性别平等,不仅对国人优越,也有作于社会发展到进步 当每个人都有平定的、发挥的空间,社会的众更加和服务和欢迎 以上是 杜伯萌 新闻 报导